俄罗斯轰炸乌克兰基辅近郊的大小城镇是被伤得体无完肤 不只是波罗姜卡的移动公寓被移为平地 而且乌国的官方还说有百人遭到了活埋 而在北部城镇的部分是切尔尼戈夫的住宅区更是满目冲淫 北约的资深情报官员就表示俄罗斯已经杀红了眼 显然打算炸到乌克兰头上为止 一日往常开车上路下一秒火光炸现 只将两三枚飞弹从眼前飞过瞬间炸出火光 街道满布浓密黑烟 救护警铃大响现场满目窗移 痛彻心扉的喉叫声充斥在基辅北部城镇切尔尼戈夫住宅区 光是一天就有33人丧命 俄军残酷无差别轰炸 基辅近郊大小城镇全程攻击对象 其中伯罗姜卡最为惨重 公寓大楼的其中一栋已经完全消失 留下一个巨大缺口 当地市政官员表示 可能还有百余人国卖在瓦砾堆下 南部港市马里乌波尔 当地商场惨遭洗劫 住宅区也因为空袭 断水断电 还有不少居民来不及逃 受困家中 等待救援 普丁不甩人命 极尽摧残住宅区 甚至传出已集结十多艘战舰 准备强势入侵奥德萨 外界推测 俄罗斯恐已炸红了眼 想透过打消耗战 拿下胜利 孤苦无援的乌克兰人民 却只能哭红双眼 不知道何时 才能换归和平 在新闻 邝川医报道